对于白先生动手打人一事 将会产生严重后果 律师在法律层面上进行了解读 而在情感层面上 这件事也促成了赵女士抛开顾虑 决心彻底分手的结果 那么本来一心想 跟赵女士结婚的白先生 为何会如此冲动呢 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前两天她睡着睡着觉 然后呢五点半她就醒了 醒了以后她就起来说 她说那个我想好了 咱们那个这日子过不了了 不能过了 她说 她跟您主动说 她说我也看透了 咱们就拉倒吧 我该回家回家 这这么着在哪行 竟帮你们家人 竟帮你侄子了说的 我觉得心里挺委屈的 就是她最大的这不满 是因为您给自己家里人花钱了 对对对 心里不平衡了说的 怎么给侄子花钱 花多少钱呀 这次我还说句良心话 我真没给我侄子花什么钱 什么呢 七八万 借七八万没还 因为那个我侄子 六月份在那个 那个沈阳出车祸了 没有钱 然后修车呀 还是好多的事情 然后借了好多钱 赶后来就一门地给我打电话 我手里头也没有钱 这么着 她给我借了三万块钱贷款 用您自己的名义 借的这笔钱 对对对 那问题这事 怎么会你们两个人 直接反而吵起来了 她说这个钱就是 我们俩一块生活 我借这个钱 应该跟她说一声 得通过她 你知道吗 那公司她回老家了吗 他为什么觉得应该通过她 怕我借完了以后 我这个钱就没有了吗 就是 她要不回来 对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那您觉得理由成立吗 我觉得不成立 为什么 因为她跟我说好了 我的这个钱是我自己攒的 那我自己支配 跟我过你就得 就关着这我了啊 我也不是那种 哪个人的人 假设我真正有病的话 我也不会让她拿钱照顾我的 我说 因为这事赶到这了 你说我也不管又不行 她说那以后还得帮啊 我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以后肯定要是有事的话 估计还得帮 我侄子这个情况 我说家里头 他爹他妈不行的话 我这个姑姑 尽我自己的微博这点能力 我必须得帮她 这就不行了 你知道吗 她就是要分手了 对对